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木大师一个频道 今天想介绍一本书给大家知道 叫做《无所事事的必要》 我想在这个疫情里,大家都有些时间工作从家 或者经常在星期六日的时候都会回家 宁愿不出街,怕受到感染 但是时间多了出来的时候,你们会尝试去做些什么呢? 我想作为一个香港人,一寸光阴一寸金 一定不想把这些时间浪费了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浪费了这些时间 会令你自己产生一些罪恶感 有时候,你总是要手里拿着东西 或者你正在看电视,或者看电视,做一些东西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罪恶感 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认真去用这一寸光阴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在那边,在梳化上,摊在床上一天 都可以不做,什么都不做 去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这本书的作者,是住在荷兰的奥尔加 他和德国的老公移民去荷兰已经十二年了 他好像一般的家庭主妇那样 生活井井有条,完全没有压力 过着一些很稳定的生活 但是当他有一刻,呆了,坐在这里的时候 他发觉人生好像,为什么任何东西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这么忙的呢? 他渐渐觉得,好累啊 为什么我的生活可以这么忙,这么暖的呢? 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应该将自己的人生去改变一下呢? 他最后去了荷兰的超市那里,想去买一下东西的时候 他见到一个有机食品的盒,盒子写着 Listen is new mindfulness 就是说荷兰人很纯上的生活哲学 Listens 这个字是源于一个荷兰名,什么都不做 的意思,作者于是就跟从这个步伐 去试下,究竟自己的生活 是否可以从这个方向作出一个改变呢? 当然,他出的这本书就是觉得这个方式是非常之好 所以去到最后,他的生活也得到一个咨询 开心,和一个轻松的步伐去生活 他将他自己的时间去调整他自己应有的步伐 他认为生活有时候是需要按这个暂停制 有时候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的生活态度 都可以非常之好 当他开始的时候,他会开始不太习惯 但他后来他发觉,原来他坐在一张椅子的时候 他可以将自己的眼睛形视窗外面的景色 或者只是眉上眼睛,什么都不做 放下我们的手机,给我们自己一个宁静的空间 那种感觉是非常之难得,和可贵 我们之前都经常说到,现在香港人,甚至很多不同世界的人 开始向内寻,mindfulness,冥想 开始不着重生活的品味,或者生活的高调的形式 而是着重于自己,向内寻,如何可以在自己的空间 或者内心里面,找出自己真正想要,想做的生活模式 是什么呢?荷兰人这个生活哲学是不买精油 不买蠟燭 什么都不做 根本其实你要的成本是不多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 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你想,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将你的生活留下一片的空白 那究竟这种人生哲学,对我们的社会效益 是否都有很大的好处呢? 作者就在本书里面,引申了几个大的好处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首富或者成功的人士 实际上班时间是不多 他们着重于如何去思考 他们只是上班的时间,只是早上而已 剩余的时间呢? 他们就是用来想东西 读其他的书 或者去作出一个放空的心情 很多不同的首富或者成功人士 他们都会将30分钟的时间 用来做一个冥想的运动 而生产力专家克里斯是说过 这种放空的状态 不单止是有助于我们放空一切 将我们神经去放松 而且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麻省理工大学的罗伯波士是这样说的 当你过了60至90分钟的时候 人就会开始不专注 开始分散他的注意力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过了90分钟之后 你要休息一会 当你休息的时候 你会有限度将你的身体开始放松 而会有完全放松 可能接收到不同的灵感出现 我们香港人往往放松 休息只是希望在每一年里做数次的旅行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连旅行都非常难 我们因为疫情关系 或者叫work from home 我想大家都知道work from home是什么意思 就是24小时你都要on call 去接你老闆的电话 所以其实我们根本的大哥 想休息的时间都非常之少 除此之外 其实这种人生哲学 都可以令到我们 可以调节我们的生活节奏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跟着别人的步伐 去什么时候工作 什么时候休息 人的作识之间都是很独特的 每个人都不同 只要达到一个最大工作的效能 就可以了 就例如有些人其实是夜猫子 晚上的时候才会发挥到 最大的功效 而有些人就喜欢早上 神那么早起床 因为觉得神那么早起床 那一个小时就是黄金时间 所以大家的睡觉时间 工作时间都不同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别人的步伐去走呢 而这个人生哲学 也都令到我们知道 怎么样在我们人生 仅有的时间去选择 喜欢和不喜欢 重要和不重要 这样对我们来说的身心健康 都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段放空时间里面 我们更加懂得去思考 如何选择一些重要 或者喜欢的东西 去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更加懂得去好好利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只要好好利用我们的时间安排 时间的长短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可以空荡的时间 书里面的作者提到 我们可以试一下以上的实验 去查一下 究竟这个人生哲学 是不是对我们真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第一天 由早到晚 不停加班 去到星期日都完全不休息 但另外呢 我们又找另外一天 把所有的手机啊 电视啊 所有东西都关掉 完全令到我们的大佬可以放空 完全去休息 你会慢慢去发觉 观察一下这个日子的精神状态 和你之前早到晚上的精神状态 究竟哪一个会比较适合你呢 可能 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实验 你都会知道结果 你八成都会发现 当你完全不看你的手机的时候 你完全放空的时候 你的精神状态就会最好 当一样东西是非常刺激 我们很喜欢打机 就是因为寻求刺激 但不代表它可以令到我们完全快乐 作者跟我们说 当一样东西令我们快乐 源于是这一样东西令到我们有所的感受和得着 他说 当你尝试用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对无所事事 这一套都非常震惊 因为原来自己是可以做少这么多东西 可以对自己这么好 和爱上自己 每一个空间时间想出来的新 想法 或者心灵感 或者其实在这个时间 我们都可以去想想一些新技能 去学一下 我的上司经常都跟我说 为什么你又这么早回家 为什么你又这么准时下班 为什么你又这么准时下班 上一辈的人 永远都是把工作放在自上 不像你们的晚辈一样 什么都会准时下班 work life balance 但是我会在想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忙碌都不是理所当然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去掌控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开心 我们也知道现在现代 是很喜欢做freelance 很多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找到钱 令到我们更加有生产力和创造力 所以我们的东西做得完就可以了 找到钱吃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令到自己忙碌呢